丹麦决定停打AZ疫苗 在台湾这里则是有多达28万剂的AZ疫苗 没人要打 根据了解 3月3号第一批的AZ疫苗 目前剩将近9万剂 在6月15号就会过期了 而4月4号来到台湾的第二剂 这个第二批AZ疫苗 19万剂多呢 会在31号过期 按照目前每天平均接种 1500剂的速度来换算 至少会有20万剂的疫苗 等待过期报销 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小组成员 雷炳英表示 目前现阶段的解放 是建议开打给 开放给更多的顺位施打 不过即便第一剂都被打完了 第二剂疫苗会不会打不到呢 雷炳英说 台湾目前陆数有向AZ来采购疫苗 民众不需要担心打不到第二剂 拳起袖子 15号上午9点在万芳医院 机关署署长周志昊接种AZ疫苗 心里还没准备 好像已经打好了 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 4月21号起 一万剂的AZ疫苗 将开放民众自肥接种 但如果打了第一剂后 要施打第二剂疫苗 却过期打不了怎么办 署长带头希望鼓励大家接种 但拿出数据一看 第一批抵台的AZ疫苗 还要将近9万剂没人打 6月15就要过期 第二批19.9万剂期限更短 5月31就要过期 如果继续维持单日1500剂的接种速度 大约会有20万剂的疫苗 准备过期报销 专家建议希望再开放更多顺为施打 而传出月底将有500多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目前欧洲已有不同厂牌疫苗混打的情形 李宾颖说台湾不排除跟进 但还有待专家小组进一步分析 华西新闻财亭 汪千黄台报道